嘿大家我是巧玉 頻道之前有分享過 極簡主義和斷捨離的金句 很多人留言說 句句講到他們的心坎裡 所以極簡金句Part2來囉 今天我要來繼續 抱緊你的小心障 啟發你的簡單生活 讓你找到動手整理的行動力 開始 金句一一想知道如何讓自己瞬間不開心嗎 那就是把自己和別人比較 很多時候快樂與痛苦都是比較出來的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不比較不競爭 學會好好愛自己 當你滿足於做自己 學會善待自己 你也會贏得其他人對你的尊重 金句二 減少雜亂的最佳方法就是 停止將雜亂帶進你的家 很多人都會跟我說 斷捨離丟東西好難啊 既然丟東西很困難 就不要輕易把東西帶回家 憋個自己添麻煩好嗎 在這裡幫大家快速複習一下斷捨離 斷是斷絕不需要的東西 是捨棄多餘的物品 不斷地重複這個過程呢 你就可以脫離對於物品的執著 既然你覺得捨棄多餘的東西很困難 就不要往這邊一直去嘛 你還是可以從斷絕不需要的東西開始著手 不要把雜物帶回家 山不轉路轉 路不轉人轉 問題只有一個 但是解決的方法有很多 換個角度思考人生就會充滿希望 金句三 你的生活不會突然之間變好 而是因為改變而變得更好 有些朋友問我怎麼樣考上公務員打造被動收入 成為數位遊牧工作者 我跟他們分享這些其實都是我報名課程才學會的 去南洋街找公職補習班 學習怎麼樣投資房地產跟美股 現在在經營自媒體我還是需要投入時間跟金錢不斷的進修 十年前的我沒有辦法想像現在的生活 我們的生活是過去每個選擇跟努力決定的 現在大環境變化的非常快 一直使用同一套方法並不能讓人持續獲得成功 上課之後如果不練習你也不會擁有想要的成果 希望大家不要問完之後就沒有下文 只有你不斷的學習與行動 生活才會變得更好 金句四 自負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獲得很多 另一種是渴望很少 財富自由其實不困難 在小時候覺得一個月薪水五萬還不錯 但是隨著物價通膨跟越來越多的慾望 現在月薪五萬只能勉強苦口 想要提升賺錢的能力 我們都需要在工作上面努力跟累積 還要一點時間才能看到成果 但是降低自己的慾望 是每個人立即都可以做到的 把基本開銷控制住 財富自由就會容易許多 如果你賺得多花更多 那致富只會離你越來越遠 金句五 減少購買 慎選品質 堅持到底 這句話詮釋了我目前的消費購物觀 頻道當中有很多影片都有提到 斷捨離要從源頭開始控制 千萬不要清出一袋衣服 回過頭你又買了兩袋回家 這樣對我們來說並沒有太大的幫助 你是整理物品斷捨離 還是只是替你的購物再找一個理由 當你把家中的雜物移除之後 少買一點 讓物品維持在你可以掌握的狀態 認真選購需要的用品 進而提升生活的質量 清楚知道自己的選購標準 才可以將簡單生活一直堅持下去 金句六 一位設計師知道自己的作品已經達到完美 不是因為再也沒有東西可以添加 而是再也沒有東西可以拿掉了 不只是設計師對於作品的要求 我們也是人生的設計師 想要達到完美又平衡的狀態 真的不是靠物質堆積出來的 當我們對於擁有的一切知足感恩 那才是理想生活 金句七 任何蠢蛋都能把事情變得複雜 要把事情變得簡單 需要的是天才 問題一直不解決 讓情況慢慢的惡化 擺爛拖延其實就可以讓事情變得複雜 這沒有什麼困難的 但是將事情簡化 你就需要統合與規劃 將任務的每一步都安排妥當 甚至發現事物的本質 找到做事的原則 簡化的能力可以從整理物品開始練習 從獲得一個物品你就要判斷自己需不需要 決定帶回家之後你要放在哪裡 在什麼情況下會用到 使用的頻率以及動線 這些其實都是培養能力的練習 從現在開始練習整理 你就是生活小天才 金句八 一隻手機有70%的功能都是沒有用的 一台轎車有70%的速度都是多餘的 移動別墅有70%的面積都是空閒的 一群員工有70%都是不專心幹活的 一座商場有70%的人都是在閒逛 一堆會議有70%都是和自己無關 一碟報紙有70%是不用看的內容 這句話的出處我找不到了 但是我覺得作者還蠻客氣的 根據80-20法則 人們需要及實用 會比實際擁有還要少很多 所以我們的物品、資訊、內心、關係 甚至到人生 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實都可以簡單一點 金句九 搬家不再是一件忙碌的事情 而是整理過往 奔赴全新生活的儀式 搬家是許多人開始斷捨離的契機 這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可以整理物品認識自己 如果近期需要搬家的朋友 一定要先動手整理 思考一下哪些東西和新家的風格相同 用來判斷哪些物品要保留或捨棄 如果只是把東西全部打包 從A處搬到B處 那麼你會耗費許多的金錢跟時間 在搬運無用的物品 因為原本不使用的物品 不會因為你搬家 就突然有想要使用它的想法 金句池年輕的時候 巴不得房子的每個角落都被塞滿 於是不停的買買買 好像堆積在一起 就是幸福感和安全感 現在隨著年齡慢慢增長又開始斷捨離 希望停留在身邊是對的 有用的 有意義的 知道自己適合什麼 需要什麼 是一路跌跌撞撞才總結出的經驗 我們終將通過受傷 來做出更多不受傷的選擇 很多人會說過去因為不了解斷捨離 於是買了一大堆東西回家 感覺很後悔 我們在當下其實都已經做出 對自己最有利的決定 不需要後悔過去的選擇 人生嘛不是得到就是學到 如果不是過去的經驗 我們又怎麼會知道哪些是適合自己的 把過去當作成長的養分 他們會孕育出更好的你 最後再跟你分享一句 不用名牌去證明自己 因為我自己就是名牌 用智慧努力 耐心和能力去充實自己 最後獲得世界的尊重 這句話不是大師們的經句 而是我想跟你們分享的 在我年輕的時候也嚮往過名牌 但我後來發現自己真正渴望的是 背後強大的能力 每個人都有能力去過更好的生活 透過不斷地精進自己 女孩們你就是名牌 而且永不退流行 今天跟你分享的內容 你最喜歡哪一句 讓你獲得不同的啟發跟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